我接下來要教大家做的這個按摩法 對我們頭髮的掉法 還有記憶力衰退 還有白髮 都有很好的幫助 大家可以每天 隨時隨地就可以操作 我們先放在我們的後頸裡面的 風雪雪 手就直接很順勢的這樣按摩 那我們另外四隻扣在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開始 我們做自我的護理 這樣你的掉法 以及頭髮越來越白 就會得到改善 歡迎來到如果雲知道 生活當中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這是很多人的困擾 其實我也開始困擾了耶 因為白頭髮漸漸的就冒出來了 另外還有一種 他們覺得他們更可憐 因為連頭髮都沒有 落髮的問題很嚴重 變成無髮可施了 這個時候到底該怎麼辦 中醫有沒有辦法救救我們 在中醫來講 頭髮是屬於我們 五臟裡面腎氣的範圍 因為它在我們頭頂 所以我們腎氣不足 或者是我們氣血開始虛弱的時候 就會開始看到 比如說它的茂密程度 比如說有的就開始掉了 開始吸出了 上秋天來了一樣 對 甚至於髮質 都會關係到腎氣跟氣血 那我們這顆頭非常重要 上面有個百會穴 就是所有的肌脈匯集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我們頭髮只是顯現於外而已 那我們裡面是不是還有記憶力 然後還有我們腦部 像有的老人就會開始有些退化 所以我們頭部的穴道 這些穴道的刺激 跟我們頭部的保養 就非常重要 我接下來要教大家做的這個按摩法 對我們頭髮的掉髮 還有記憶力衰退 還有白髮都有很好的幫助 大家可以每天隨時隨地就可以操作 我們做自我的護理 我們自己養護我們自己的頭髮 這樣你的掉髮 以及頭髮越來越白 就會得到改善 我們先從脖子 先從脖子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人頭 比如說頭暈 或是頭部的氣血不好 其實他脖子超緊的 卡住了 對 或是姿勢不良 長期卡在一個姿勢上面 所以我們會先這樣 我們這個兩個拇指 我們先放在我們的後頸裡面的 那個蜂瓦穴 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 好 蜂瓦穴正確找的位置 因為我們常提到蜂穴穴 它左右兩邊各一個 好 我們扣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壓一壓 好 那我們的四指 可以先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先按摩這裡囉 好 大家注意喔 注意 蜂醫師他手 扣在蜂穴之後 你是先從 我們扣進去之後 其實就有一個壓力往裡面了 對 然後有一點就是壓進去了 有一點力量 然後因為蜂穴也蠻深的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做 手就直接很順勢這樣按摩 那我們另外四指扣在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也可以開始按摩囉 等於說我們的鎂側這邊 我們也可以開始 那我們從太陽穴開始 好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在頭顱的兩側 對 好 那很多人是後面 這個正後方 我們的膀胱筋 這個頭上有的人是痛頭頂的喔 然後這一區我們就可以一樣 我們的手先扣在這個位置 風尺穴 然後我們的手放在髮穴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做這樣子的疏通 哇 上下上下的疏通 對 上下的疏通 所以這樣已經兩個地方咧 對 我們已經顧到側邊 然後跟後面 尤其側面的部分 很多人啊這個偏頭痛啊等等的 藉著我們第一個方法按 其實也很有幫助喔 是 其實後面就已經有鬆掉的感覺 就覺得很舒服 頭清醒了 那我們前端 尤其是我們的頭頂 對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百慧穴 其實很多人的高血壓低血壓或中風 我們假設說以中醫的這個百慧穴 就對這個頭部是非常重要 是 那它的前後左右 剛好又有一個叫四神衝 所以這個部位呢 我們一定要按摩到 那我們先廣泛的按摩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喔 我們的手四肢就放在這個正前方啊 這邊喔 髮肌線那裡 這邊正中央 繩庭 這裡有頭圍 我們就這樣喔 然後後面一樣扣在我們的髮旋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這樣按摩 喔 手手往後 對 對 對 這樣子按摩 往後梳 對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 我們很像一個抓起來這樣 我們就在我們的百慧跟四神衝的位置 我們用抓的 我們可以這樣抓 左右兩邊抓 你不要小看這個動作喔 有時候精神很差喔 你就把它抓一抓 抓一抓 馬上就有精神 眼睛變亮了對不對 你看我現在臉是不是紅韌多了 就是整個氣會上來 然後眼睛就變亮了 所以你這樣整個頭呢 就廣泛的按摩到 OK 而且呢 我們在按的時候 如果發現 有一些地方好緊喔 對 然後好痛喔 我們就可以多按幾次 就像我們這樣 來回來回在一個地方 那我們要拿出我們更好用的梳子 其實大家家裡頭都有梳子 只要是 前面是圓的 木頭的 它除了可以幫你梳頭之外 重點是它可以幫我們按摩 對 因為這個對我們頭皮不會太刺激 然後它的大小又對我們穴位差不多 那我們梳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頭部大致分成三區 正中央這一區 那我們就從我們這個額頭的上面 髮際線的位置 給它一點力量 然後呢 往後梳 當然我們是可以這樣子 是 這樣來回來回 然後到擺繪這邊 也可以多一點按摩 然後我們也可以這樣 就直接往後面 一路就梳到這個 頸部 我們的頸部這個位置 OK 所以是從髮際線 一路梳梳梳梳梳梳到頸部 這個是正上方 如果有人髮際線退後的話呢 嗯 不要 起點不能亂掉 還是在這裡喔 對 髮際線退後的起點一樣在這裡 沒錯 因為是穴位 穴位不會因為髮際線後退了 那我們再來看捏側的 捏側就是這個 所以第一個部位是 從髮際線往後一直到頸部 第二個部位是 第二個部位我們捏側 我們也可以稍微側邊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做這樣子 往後的 一樣是可以來回來回 然後就沿著我們的耳後 然後就沿著我們的耳後 這樣子的方向 那我們也可以再一次喔 這樣子也耳後 嗯 這樣的方向 那我們常常會 脖子這邊很緊 我們也可以剛好來到這邊的時候 用這個做一點刮痧 嗯哼 你看喔 我們的位置 紅紅的了 對 紅起來了有沒有 尤其是很常 頭痛或是常熱到的人 這樣刮一刮 哇 整個脖子都鬆掉了 嗯 好 所以三區就是從髮際線往後一直到脖子 然後接下來右邊的耳朵 順著耳朵這樣子刮下來 甚至可以到脖子 第三區就是左邊的耳朵 OK 那我們如果做捏側的時候 這個耳後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呢 這一區很緊的時候 整個太陽穴會很緊繃 然後那種頭痛都是 喔 就是這樣穿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 我們往前面的刮痧 往前喔 這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是胸索如突擊 我們大部分的刮痧 都是往後面肩頸 對 那我們如果往前的時候 連我們的胸悶都可以放鬆 哇 好 啊 QAQ AQ TULA BQAQ BQ AQ AQ 所以這個好方法可以讓我們放鬆 又見腦 另外重點是我們害怕的掉法跟白法的問題 又可以有改善 透過這些方法 也可以讓我們的腎氣比較足 腎竹骨 說不定包括我們的骨頭 對 腎竹骨 對對對 都會比較強健 這樣對大家就比較好囉 如果你知道 生活中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記得在生活當中 常常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梳頭 還有幫自己按摩一下 那麼就省氣氣爽 而且讓自己越來越年輕 我們謝謝褚醫師 謝謝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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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大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